好 那麼我們請老師稍微來看一下 在這個協作平台的部分 其實現在慢慢的蠻多的開始在用 剛開始好像國內用的比較少 但是國外用的蠻多的 但是我發現現在已經有越來越多的學校 或者甚至是企業他們開始在用 那首先因為我們學校本身 就已經有使用Gmail的Email貸款 所以其實各位已經有先拿到入場券了 Gmail都有 事實上如果老師本身不是學校的 你是用Gmail的那個帳號也有 他也有這個協作平台 其實我們學校會變成是學校網域 學校網域 那這裡呢 你如果申請好之後 待會我們會看一下怎麼樣去建立 跟管理你的新的協作平台 協作平台基本上其實有點類似 部落鬼的那種感覺 可是它也沒有限制你可以建置多少位 那它最大的好處在於說 它的整個編排方式可以比較 比較有彈性 它不像部落格 我們一般老師印象中 部落格是比較處於什麼 就是以時間倒序方式嘛 所以比較早之前的文章 可能就慢慢會被淹沒掉 對不對 但是在這邊的話它就比較像一般的網頁 事實上我們學校我有上去看過就是班級網頁啊 班級網頁以前也有不少老師在用嘛 在這邊有沒有 只是好像後來有繼續使用的老師就不是那麼多 可能有些就比較稍微荒廢掉了 當然其實比較高年級的可能用到機會比較多 那這個呢沒有關係 那它的感覺是跟這個比較不一樣 因為在這邊這個優學網頁它是比較cute的版本 比較cute 那事實上你也可以稍微改造一下 老師可以找到適合的 那再來呢 網站規劃這一塊呢 事實上我們會稍微講一下 但是我們已經幫老師把範本做好了 所以你只要負責套用範本就可以了 開玩笑兩個小時 很難把所有東西都講完 所以直接套範本最快 因為我已經幫老師做好了 這奇怪回家作業 好那你可以看到我看一下這裡 有一個範本 套進去你就直接趕就好了 好我已經有先幫老師稍微規劃幾個 當然這個都是老師可以再做修正的 好可以再做修正的 那這個呢 再來就是你在用這個協作平台的時候 事實上因為google有很多服務對不對 所以您可以再搭配 所謂的google的雲端硬碟 再加上它的行事例 行事例 那行事例您可以當作是班級的行事例 就是功課表來用 也可以就是您自己再加上其他的東西 等一下呢我們跟老師介紹一下 那首先呢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 這把廖老師用 但是不是我在樓上的那位老師 我跟那位廖老師 以前我們在那個中華國小 我去那邊研習 就是上課的時候認識的 好多年了 這個 我們學校 目前有兩個用協作平台用的 一個是這個英語學習網 再來還有一個就是性別平等的 這個 老師也把它放在上面了 這個其實你們老師從那個 我們的協作平台這邊 有一個瀏覽有沒有 這裡您都可以看到 在左手邊 你看這裡有 我先所有的 主要就一 哦 越來越多個人 越來越多個人 有沒有 有些老師還有試用別的 那這個呢 像這樣子呢就可以看到 這都是我們學校老師 放上去的 那 除了這兩個以外 事實上 老師可以看到這個有一個 APP Inverter 這個的話就是在製作什麼 就是我們那個 手機的應用程式 APP 這個也是用協作平台做的 好所以它不見得 一定是那麼自私 那麼死板 它可以有很多不一樣 那給老師看幾個 你看有沒有 比較網頁方式的 你可以自己稍微調整一下 那這個上期國小 這個也還不錯 老師知道這個國小在哪裡嗎 有點遠 我當兵的時候還沒到那裡 我當兵只在金門而已 他在小金門 對對對 因為像他們學校就是把以前 現在好像改版了 以前就把這個當作是一個 學校入口網站 因為其實說真的現在 因為老師可能平常就是事情就很多的 你還要弄個學校的整個全校的東西 他可能沒那麼多時間 那用這個是一個蠻不錯的一個方式 所以另外這個是中正的 研究所 他做那個跟老師的一個專題 專案 那就用這個方式去做整理 好然後這個是在那個叫做長藝高中 在我們這附近的 因為之前有去過 他們老師也是整理一下 好像這個幾個都是他們的老師 那這個是一個教學 雖然名字不好聽 但是他有一些那個寫作平台教學 也算整理的還不錯的 那老師呢 因為你拿到那個簡報資料 你就可以直接從這個網址 或者像這樣的關鍵字 直接去找一下就可以看到 那這裡有一個北安中心的 他是拿我之前去台北新北市那邊 有一個能人家商 能人家商我之前去上課 我也是幫他做一個寫作 那這個老師是拿我那個寫作再去改 都可以 反正他有引用 像這樣 這樣老師有稍微比較知道 協作平台可以做出來是什麼樣子的 對不對 好那這個Gmail的部分呢 就不用 等一下呢 我們再來看怎麼樣建立一個